英国在这场俄乌之战中成了乌克兰的坚强后盾 在顿巴斯大战 英国依旧是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给予最有力的支援 这波英国就打算将硫磺石导弹送给乌克兰 硫磺石导弹是英国皇家空军引以为傲的攻击型武器 长1.8米重50公斤 是一款轻型导弹 它是在美国的地狱火的基础上 采用毫米波雷达作为导引头 可以发射后不管 昼夜全天候打击 后来也有加装半主动雷达和激光制导 算是地狱火的欧洲版 较小的身躯 也使得硫磺石导弹有着很强的机动性 比较适合从较小的车辆上发射 也可以很容易的隐蔽起来 其性能算是打火机中的Zeebo 汽车界的劳斯莱斯 英国空军将领乔克·斯图瑞普曾指出 在他空军服役的早期 需要21架美洲虎攻击机 才能摧毁一架苏军坦克 而装备硫磺石导弹后 一架飞机就能摧毁12辆坦克 当然应该有夸大的成分 但确实实力不菲 绝对构成俄军坦克的重大威胁 硫磺石导弹早期射程8公里 改进后可达10公里 最新型号硫磺石3 射程已经提高到80公里 如此远的射程 对体积尺寸并不算大的反坦克导弹来说 也是相当罕见 基本可以做到还未被敌方坦克发现就将其干掉 还有一个惯性导航系统自动驾驶仪 可以在它开始自主搜索目标之前 让它在扩展范围内到达一般目标区域 该型导弹的弹头采用锥形装药 同之前较老的AGM-65G导弹相比 威力更加强劲 和其他导弹相比 硫磺石导弹的重量和体积都较轻 因此能够大量加挂 弹头有两种爆炸模式 延迟和进炸引信模式 可以根据不同的打击目标 选择不同的打击方式 造成最大的杀伤效果 该型导弹有两种攻击模式 一种是自动攻击模式 一种是手动引导模式 在自动攻击模式下 可实现发射后不管 在手动引导模式下 硫磺石导弹脱离载机并点火 然后跃升至巡航高度 并在巡航中段获取目标数据 然后进入搜索模式 最终攻击地面目标 硫磺石导弹不仅仅被用于 攻击坦克等地面目标 还被用于打击海上目标 这种导弹可选择的目标 包括刚性冲气艇 无人水面艇和特种作战艇等小型船只 意味着在滨海作战区域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该导弹有空射版本和陆地发射版本 由于乌克兰空军不具备 发射硫磺石导弹空射版本的实力 因此此次提供的应该是陆地发射版本 可以加装到坦克步兵战车上 硫磺石反坦克导弹 借助无人机等设备提供的坐标 可以同时攻击多个目标 比如在打击直线队列 在公路上行进的坦克群 导弹可以按同一路径飞行 在不同距离处向下俯冲 而如果坦克分散在野外 导弹则按不同路径飞行 除了装甲目标 硫磺石反坦克导弹 同样可以攻击直升机 小型海军舰船和雷达等 根据硫磺石导弹的性能 波兰等国开发了硫磺石导弹发射车 这是一种新概念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以履带式底盘 作为载具的硫磺石导弹发射车为例 可以配置多达24枚硫磺石反坦克导弹 而通常情况下 目前各国现役的导弹发射车 只能搭载8枚反坦克导弹 如果以一个坦克连编制14辆坦克来算 也就是两辆联署的坦克 加上下辖的三个四车制坦克牌 而一辆硫磺石导弹发射车 理论上就具备了摧毁近两个坦克连的能力 当然这是理论数据 能不能重创俄罗斯钢铁洪流 就看这次顿巴斯大战了 英国这时候援助乌克兰硫磺石导弹 可能也是为了应对俄罗斯的两栖攻击舰 保护乌克兰的主要港口城市奥德萨 以及南部海岸线的其他地方 而且乌克兰其实是有些缺乏 可以从海岸南部骑射精确制导武器的能力 海王星反舰导弹的性能是不错 但是数量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应对俄罗斯两栖攻击的持续威胁外 硫磺石导弹也可以拦截俄罗斯的支援部队 目前俄罗斯可能在利用Mangas-7巡逻艇 在乌克兰防线后方执行秘密任务 甚至有可能是利用地涅薄荷 以及其支流向乌克兰后方输送部队 英国援助的硫磺石导弹一旦送到 完全可以遏制俄罗斯的这种行为 对于乌克兰而言完全是雪中送炭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看官认为 俄乌这次决战结果如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